我现在讲蜂蜜了,我吹牛大王来吹 我15岁养蜜蜂,因为我的爸爸吃蜂蜜 我爸爸活到一百多岁,不稀奇啊,现在活到一百多岁,比比皆是 但是你有看过一百多岁的骑脚车吗? 从我用印象开始,大概15岁,我爸就在喝蜂蜜,那是买的 台湾当初的时候蜂蜜是贵得不得了,没人买得起,因为没有人养蜜蜂 所以很贵,后来我爸爸一直喝喝喝,喝到我15岁,一个很有机缘的原因 后来我学了养蜜蜂,我所以没有学坏,就是我养蜜蜂 我的同学通通混帮,现在是各帮派的开山主师 我没时间去跟他们打打杀杀,我在家里养蜜蜂 我看我的蜜蜂我就高兴死了 我才不跟他们做什么傻事 好,我就养蜜蜂 这个养蜜蜂啊,你要有两个,你要这个条件,这个门槛 第一个,你会被钉,钉啊,小爱,那没有钉 钉了以后,疼,痛差不多3,5分钟,不痛 但是你们知道,密封的针遮你以后,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针拿出来的,你不能用手啊,因为这个针后面有个毒囊,那个毒囊还在动哦,密封已经飞走了,它的肠子跟这个毒囊都拉出来了,它不会活了,不会活几天,但是它这个毒囊不断地在挤压挤压,把它的毒液全部打进去,那会要你痛死,你要用手指头,我们养密封的啊,我都留个小指头留个肠子,干嘛,刮那个针,你这个针不能用, 你不能用手去挤,一上去挤,刚好你把那个,像打针一样,你把毒液全部进去,要刮,一挑出来,挑出来了,但是,钉的是痛,然后它开始肿,肿也没什么关系,反正,我的眼睛啊,你看我高中的照片,都这样,都这样,我鼻子,我鼻子曾经有一次,长得跟,长得跟芒果那么大,钉到这里,钉到这里,这人中要一钉,整个脸没有了,钉到这里,钉到人中,整个脸没有了, 变成平的,我一钉就不钉到这里,我都看着,我会想,你这个脸怎么可能会挖一点,没有五官,全部平了,肿起来了,好,这个事,你要撑得住,但是那封钉里,肿还是小指,它痒,痒才要你命的,我跟你讲,它痒啊,你的不钉就抓,我这里还是天几天被钉的,你看, 你们大家听到这里,肿了,我说这个手肿了,它肿跟痒,尤其是痒,疼痛,读的针,你可以免疫,你可以免疫,我钉了几千针了,我身上血清,你们拿去,打在身上,你们不怕,蜜蜂钉着肿,有人当那么多人,当然血液都抽光了,你看我这个手肿成什么样,这是前一年被蜜蜂钉, 你养,才要命,我不敢抓,你抓抓抓就破了,你说我擦什么,只养药膏,都止不住,因为它的乙酸进去了,你再怎么扫害也进去了,所以,肿跟养,肿还可以避免掉,但是养要完,这是养蜜蜂第一个,第二个,养蜜蜂啊,你的腰要软,你看蜜蜂的时候不是这样看,你看蜜蜂的箱子很低的,你要弯着腰看,所以现在我的身段很软,我就是养了一个蜜蜂, 我见人就是这样,我见人就是这样,我见人就是这样,人家还以为我是怎么样,很有礼貌,不是,因为我习惯性的习惯性,好,这两个你们会了,那么,大概可以养蜂,你们考虑考虑,认真的考虑,有没有解药,对于蜜蜂咬的,有,有解药,但是解药也不能有多快,被蜜蜂钉了, 这位大哥问得非常,非常英俊潇洒,外带严肃,那么,这个解药可以买,可以有,好像还有不需要医生开单的,有些止痛跟止痒的药,可以,但是,大哥,我跟你报告,效果不脏, 因为这个毒啊,是进去啊,进到身体里面,我告诉你,蜜蜂钉哪里,你全身的血管跑出来,正中间,这个脑门正中间,正中间,你要是被蜜蜂钉了,我告诉你,大概十分钟之内,你身上所有的血管,包括脖子的血管,通通是红的,全部崩出来,这是人的最大的穴道在这边,可不能让蜜蜂钉到这边, 所以到通常,各位好朋友,你们要戴帽,或者那附近有蜜蜂,你要戴帽,戴帽,我是不戴帽,后来这个,头发刚好少了一点,好,那我跟各位讲,你们现在家里,对不对,常常在屋檐底下,有一个那个,像那脸红头一样,对不对,好,我跟各位报告,那个不叫蜜蜂,那个叫麻蜂, 但是,它有什么作用,你院子里的青菜,嫩牙,常常有那个绿色的虫去吃它,那个麻蜂,它会把这个绿虫啊,它会把它消灭掉,它怎么消灭掉,它看到这个菜上有这个绿虫,它这个麻蜂飞过去,就是在它身上扎一针,扎一针,就像那毒死咬动作的时候,它先敢咬一口,它根本不怕它跑多远,跑不到多远就全身麻痹了,这个麻蜂,只有你院子里的, 这些小青虫,就是先给它一针,那小青虫就,就你掉下来,它就把现在小青虫吃掉,它会吃,它吸里面的汁,蜜蜂有的时候不吃肉,但是那个麻蜂不采蜜的,你放心,它绝对不采蜜,它就是吃小青虫,可以把你院子很多的小青虫除掉,除非,除掉,那那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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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窝身像倒过来,对不对,倒过来像脸团啊,你不要把它打掉,说实在,蛮可怜的,还帮你做事,你还把它杀掉, 不要这样,而且这个麻蜂不会出来叮咛,蜜蜂怎么叮咛呢,就是你去碰它,你去碰它的窝,或者你靠近它的窝,在深山里,我养蜂都是在深山里面,没有人机的,那个,有的人说大的虎头蜂,这么大,你靠近哦,它在树上,你靠近差不多,二十公尺它就来了, 那个是主动叮人的,所以蜜不能叮你,它是为了保护它的窝,保护它的窝,所以各位,你看来,你屋页下,有一个这个蜂,这个蜂已经乖了,还看人都看蜜,所以你也,你也不要担心,它会怎么样的,这样子去,来给你干扰,不会, 它一窝,大概有这个麻蜂,大概有差不多,六七十只,开玩笑,六七十只,它每天至少要吃一只吧,对不对,一只麻蜂吃一只,应该是青菜的虫就给它吃掉,妈妈,我是不是时间到,没关系,多讲几分钟,没问题,差不多,我多讲,你少讲,没问题,我多讲,你少讲,没问题,我跟各位讲,我年轻的时候都在深山里面养蜂,大哥, 我最缺乏的是什么,没人跟我讲话,一天讲不到一句话,深山里没有人的,是不是,所以我现在就是拔以前的靠打,拔以前的没讲话,现在我特别喜欢讲话,我有一种病,就是喜欢讲话,好了,谢谢大家,结束之前,为了感激各位来宾,我唱一首歌, 哦,对啊,老师的歌声很好,今天那个乃丽小姐在做节目,开玩笑,哇,那你是我的忠实,那个,忠实的粉丝啊,谢谢大家,说是不是,唱歌很好,我唱一个,我从十九岁唱到今天,刘家昌作词,珍妮唱,我们早上呢,我们打扫清洁的时候,我们部队就放这个歌, 温暖的秋天,谢谢,每人收费一块钱,每人收费一块钱,温暖的秋天,秋天里需新月, 每到落叶缓缓飘来 正教人分为六年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平安健康 永快乐